童年回憶,莫過於開開心心與家人朋友一起玩 對於有嚴重和長期病患的小朋友來說 遊戲玩樂同樣重要,而且還有助治療 根據醫院管理局的數據 每年平均約有1,500名初生至19歲的兒童及青少年 需要留院接受治療,其中一個就是心悅 他8歲的時候患上急性腎衰竭 有一段時間需要每晚留在醫院接受10小時 俗稱洗肚的腹膜透色治療 而醫院遊戲師就和心悅玩模擬醫療程序的遊戲 讓他知道將會面對什麼的治療和情境 入醫院的時候,但很快已經有醫院遊戲師來和他玩 我覺得他在醫院都不會太悶 或者他不知怎算好,我變了都放心一點 因為我自己不是醫護人員 我也不知道他的程序或是怎樣做的 有人解釋給他聽,我也在旁邊都知道是怎樣的 志樂兒童遊樂協會 已經在全港五間醫院提供醫院遊戲服務 協助受病患困擾的小朋友 可以在醫院裡找到快樂 主要是想小朋友有一個正面的住院訊息給他 以及製造一個開心點、愉快點的環境 因為他住院的時候沒有選擇 但起碼他入到醫院的時候 他都會有些正面的感覺 是少少開心的感覺 所以我們都配合小朋友的年紀 或者他們的需要 都設計了不同的遊戲 很多時候我們會 尤其是會自己設計一些工具 就模擬一些醫療的程序 例如是磁力公爭、手術的過程 或者是一些血液透析、膚膜透析的過程 我們都會做一些儀器 去示範給小朋友看 他將會面對的步驟是怎樣 一些感受是怎樣 志樂兒的調查發現 醫院遊戲有助減輕病童的負面情緒 例如超過四成病童的焦慮反應減少 除了直接的受惠者之外 醫務人員經過這麼多年 他都會成為好像我們是一個夥伴 有時有些個案新進來 他會跟我們開會 或者一些長期病患者去接受治療 他將會怎樣?他會換腎 他都會跟Karen說 我們將會何時換腎 你會不會跟他做一些準備 正如剛才有些模擬醫療遊戲 志樂期望政府和醫院管理局 將醫院遊戲服務 納入行常的支援服務 推廣至全港十三間公立醫院 包括將來的啟德兒童醫院 包括將來的啟德兒童醫院 支援服務